孤独的老夫妇们 儿女都有自己的生活 不想打扰他们 老夫妇平常没太大的收入 也不想向儿女拿钱 只好省吃俭用 度过每一天 某天 他们在废耕地找到了一个药草 他们向附近村民打听了一下 原来这是澎湖的一条根 有保健身体的作用 他们开始用心栽培一条根 多年下来终于长出完美的一条根 并且开始与产销般合作 产销一条根各项产品 让大家受贿 老夫妇也可以有收入 拥有正常的生活